今天五粮夜 来自果城南冲的晚熟柑橘 尚未正当时 赢家共酒 生态洞藏 国人的迎宾酒 赢家共酒 为您报时 观众朋友中午好 大家中午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继播出的新闻30分 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经历了23天往返超过76万公里的月球采样路 昨天凌晨 长额5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本平安回家 昨天下午长额5号返回器成功抵达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也可以说是回到了诞生地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后续返回器将开仓取样 并且移交给应用系统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